一个第一局搬选画面 是的 艾菲卡这个AT的话 说起来的话 我还是对他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他之前在CJ和那个MateLife 是打下路 打得非常的好 他的卢西安和VN玩的都比较六道 应该说 他的卢西安是精进乐道的 但是这个版本卢西安 虽然没啥用啊 7.1加强了一点 但还是没什么 手太短了 对手太短 除非在特定的阵容来 才能选出来 大部分情况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你看卢西安比较灵活嘛 但是毕竟作为一个手短的AD 这个版本真的是 活不下去 作用非常的小 活不下去 手太短 好 艾菲卡这边是 搬掉了唐浪和杰拉反手 这边三星搬掉了青钢影和妖姬 哎 青钢影 那次出场 应该说大家都对他去给予厚望 而且他也确实是打出了非常高额的伤害 前两天就是在LSPR也开赛了嘛 OMG战队打了上单青钢影也非常厉害 真的 青钢影这个英雄不要放出来了 这个英雄该削了 太强 好 狮子也搬掉 那在前六手的班位上可以看到 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些 但是有一个马尔扎哈在外面 这边艾菲卡把杰拉给搬掉之后 抢马尔扎哈是很不错的选择 对 两个打也是搬掉了 那现在马尔扎在外面 妖姬也封锁掉 对 看一下一手 选马尔的话完全没有毛病 直接锁了 直接锁了 现在蓝色方所占的优势 其实也就是第一个位置可以抢了 优势挺大的蓝色方 就是现在该抢龙熊实在太多了 对 这边的话直接给苦壤抢到了瑞兹 瑞兹在这个版本的话 面对对面没有妖姬的情况下 算是基本上优先级最高的重单了 瑞兹虽然这个版本削弱了 他的被动的护盾和移速加成 但是他的伤害还是太可观 那这边的话应该说 Ruler还是要选择一手寒冰吧 寒冰其实在这个版本的优先级 并不是特别高 不高不高 三星前天的他Ruler选的总是选寒冰 感觉他对于版本的理解过于的偏执 因为寒冰这个版本的话 或者说他的英雄池可能就是最近 练寒冰练的比较多 只能这样解释 而且这个英雄又上不了班位 其实在没有AD被搬的情况下 真的没有必要这么 不用非得抢 对固执的选择这一手 除非你有就是想演示一下 后面选英雄的一些战术 所以说你先选一个寒冰 不为过 而且寒冰找机会能力还是挺强的 应该说在前期功能性会多一些 到后期才是依靠他来输出 蛇女 这边蛇女对瑞兹的话 两个都是前期需要发育的法王 蛇女维鲁斯 其实蓝色王这三手的话 选的应该说都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真的没毛病 因为最近这三个英雄的话 上班位的概率极其之高 是的 尤其是下路这个组合 维鲁斯加马尔扎哈 两个老游子疯狂的找 可以找机会 到6级之后 你一不留神就被空到死 嗯 那这里中单的蛇女也是怎么说呢 应该说是库鲁斯比较喜欢的一个英雄吧 而且当前版本确实很强势 在对抗瑞兹的时候 蛇女也是能够拿出一定的优势吧 对两个都是法术机关枪 就看谁火力猛了 反手 大树 大树这个版本 大树再次兴起了 这个版本加上具象的勇气 真的是 稳如疲劳 这个具象的话 应该说有人欢喜有人忧嘛 上单的大树泰坦之类的 在具象的一个出现之后 立刻获得了大家的赏识 但是达野卫的暴女之类 就显得不那么开心了 对 达野卫没有那个时光 就动不了 好看一下 这边开始半位 最后一手搬了兰博卡尔玛 就是辅助的一个 搬的话 现在杰拉和卡尔玛都已经上了半位了 对 阿菲卡目前这个 马尔扎哈和威鲁斯 基本上没有天敌 他再针对一手 对方的扣机机的一个辅助位置 可能下路就是一个突破口了 伊丽丝也搬掉 那现在在外面的话 三星可选的打野 其实最近盲僧的出场率非常之高 对 最后一手把盲僧搬了 那这样的话 外面还有一手挖掘机 我感觉Imbition之前 本来就是个老刷子呀 选手挖掘机不过分吧 这边真的要选挖掘机了 我还感觉我们要当教练去了 而且挖掘机他确实可以证明一下自己 因为他那一场打得不太好之后 第二场上来的人 挖掘机直接是carry全场 对 挖掘机这个版本确实很猛 瞎子的话 这个版本还是削弱了一点他的大招 对 前期的话 伤害没有那么无解了 是的 对面拆到艾利瑟直接死 对面控制非常多 这手阿拉夫选出来 我倒觉得算还可行 就看他怎么想了 对方的双塞都没有位移 而且控制非常的多 这阿拉夫这个选出来之后 感觉给对面威胁挺大 哎 直接锁了 没问题 而且阿拉夫的话 应该也是在LCK赛区 比较率先带起来 节奏的一个英雄吧 是的 上路来说的话 剑技这个版本 就是来打大树的 我觉得 我觉得选出来没毛病 马润的 马润的头牌英雄就是剑技 对 他就是 感觉韩国很多上单 都是以剑技为生命的 哦 像smip 其中一个 马润 对 最后一手还是换了凯南 换了凯南 凯南的话补一手团控也 他可能是觉得 剑技加阿拉夫上野都是AD 那这样的话 前期大树出的 人种足就啥的 就干渴不了他了 嗯 就上野的话 一个AD一个AP配合起来 干渴非常的有效 啊 对面选了宝石 那宝石这一手 其实对于凯南的 以及奥拉夫的限制 还蛮大的 嗯 这时候宝石选的感觉 不稳定性挺大的 他大好的话 一波就让对面升天 大不好就一点又没有 对 很需要这个团队的协作性 以及他自己的熟练度吧 不过 宝石加寒冰 怎么说呢 堆线能力不是的 有点奇怪 堆线能力不是很强 对 就寒冰这个英雄 ADC位置来说的话 堆线能力很强 但宝石来说的话 宝石是比较 挨打 非常被动 是能挨打 而且他的奶量 其实虽然说有奶 但是那个奶量非常低 在面对着对面 维鲁斯的Poker 以及蚂蚱 一不小心 甩到一个技能 到脸上 估计就很难受了 是的 那这也是 Africa对阵三星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期待一下两边的一个表现 然后等着打门 这下路我就靠压嘛 这边已经开始飞起来了 苦肉这边开始急跑 双方开始急跑 直接逼了苦肉的一个双招 哇 这个苦肉有点伤啊 哇 直接是一级 一级被对面阴了一波 应该是 我感觉 Spirit找到了 突破口 嗯 苦肉感觉 黄焕哥前面 要优着点了 他估计现在 瑟瑟发抖 我没双招了 该怎么办 对啊 急跑盒 这边闪现都没有了 而且神女这边的话 有一个闪现 想要在前期的话 压制这边 没有双招的流浪 还是非常容易的 是的 这边的上野 都在做活动啊 Spirit是对方的F6开局 哇 这是第一次见 这是目前场上 第一次见这样的开局 然后拖了三个小的 两个 三个 哇 这感觉挺爽 感觉挺爽 非常爽 那看一下底下的一个 即时天赋 即时天赋 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但是这边上单的 Marine带的是一个热忱 热忱 那有可能他会出破败 破败加热忱的一个 凯南的话 他和大树 Solo起来 优势很大 这个凯南的话 是欧城比较 抢到了两极 暗闭是这边要被逼闪吗 哇 心疼 引起来 但Spirit是没拦了呀 开启起跑 但人也不怕 没拦了很尴尬 再砍一刀赶紧跑 但是他这样 把雷克赛的血线 压得很低嘛 直接就要跑了 对 这甩开膀子 开击跑 A了两下 有点凶 但是 好像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这边的话 像反对面的红 但是让对方 暗闭闭察觉了 哦 直接要打了 这边挂上虚弱 先消耗一波 辅助和AD 开始换血线 入了这边很伤 直接逼出了红药水 双方AD都是带着战争逝血 这个红药其实越 噎得越往后越好 对 而且奥瓦这边中单 又是拼起来了 但是库主这边是 没有蓝了 黄这边的话 技能怎么说 哇 选线躲一发 他那一发中的话 有可能会死 而且那一发中的话 背动如果打出来 再A一下就没了 黄光哥这边有点凶啊 有点凶 他是一个没有双招的 没有双招的 在前期间人 把蛇女给打爆炸 他应该是看到了 Splitter前期是没有蓝的 他没有蓝的一个打野 即使没有双招 感觉也无所谓 哇 马人的人气 还是非常至高 是的 毕竟之前的世界冠军嘛 嗯 冠军上单 不过库卫的话 其实他最近的成长 大家有目共睹 非常的厉害 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而且大树的话 其实也不太容易出 很严重的失误吧 我记得你前两天的时候 比赛有一次 抓着一个大树的失误 说了很多次 就是他每次都去绑对面的泰坦 对 那也是我因为打了几波团 都输了 并且团队很优势的情况下 我在反思为什么输 嗯 也是打一个马后炮 如果我在场上打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打完 才能 才能察觉到 旁观者清嘛 嗯 现在马云的话 他出了一个萃取出门 他 真的是打大树一点压力没有 打大树一点压力没有 而且他的补刀 确实 压了一倍 对 绝对的优势 是的 斯维托这边的话 排了一下眼睛 三BUFF开了呀 IMP神这边落后一级 而且只能吃一个蓝BUFF 这个开局 感觉 为什么 我在想 为什么LCK的打野 前期总是喜欢搞试 而且 他们搞到试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一点点 一点点的优势 滚起水球来 而且很多的奥拉夫经常都会选择 在一级的时候去反对面的野 是 那这边应该是 有点小暂停吧 其实 网络波动 对 其实应该说在刚刚的这个比赛中 我们也能够看出来 就是中路这边的话 已经打得非常的火热了 而且在一开始聊聊没有双张的情况下 蛇女这边还是要 吃了一个大亏吗 被直接打掉一个闪现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 这边Spring的行动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 5分钟 Africa的中上野 基本上都是优势 对 Core的话 他虽然被打了 打回家了 但是他还是压制了 黄干哥的一百 十几个刀 而且打野这边 打野这边 MVS的补刀 已经是压了一倍了 都压了好多刀啊 这有点吃不消了 谁能站出来 这是个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 帮线上的人 那这样的话 这种血球会越滚越大 马仑这边回家 更新装备立马TP出来 继续压制大树 大树这边 有点吃不消 回家又补了一个多兰盾 这样的话 他的成型速度又慢了 其实之前看大树的时候 更多会选择出两个多兰剑 他如果选择到多兰盾的话 就证明在线上 确实压力非常的大 这种纯肉型的上单 打凯南真的是噩梦来的 他还好是个大树 就有机会抱过去 他如果是个那种巨魔 这种英雄 碰都碰不到 而且凯南还是个AD的 这是最烦的 虾鲁这边 三星的虾鲁站出来了 他这个组合对线 的能力 其实我觉得没有对面的强 但是他反而压制了对面 压制了艾菲卡的下落 蛮不错的 可能也是凭借着 宝石这边的一个续航能力 然后 但是这样被打一套 还是挺烦的 但是会被宝石的盾 给抵消掉 基本上第一波的伤害 对 艾菲卡其实这个下落 可以压线 他可能觉得 Sprite在中上 一直在帮中上搞一些事情 下落可能求稳一点 这边直接逼出经验区 逼出经验区 艾菲这边再不来 抬一手枯萎的话 就没法玩了 凯南这个英雄 还有一个非常烦的点 就是你抓不了 基本是很难抓到 还好有个大树的话 如果极限配合一下 还是有一点机会 对 但是就是想要抓大的话 就一定要倾尽 所有技能才行 并且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时机 对 要不然很容易 还会被他跑掉 因为一个六级的砍弹 他有大招 然后 移速还非常的快 是的 这边直接是 啊 直化到了 交出闪现 急跑赶紧跑 又逼出了双招 这一波的话 是苦尔主动上去 搞事被 自己浪费了 阿拉夫这边 直接是开大了 这个有点 这个有点 就是 有点急了 确实着急了 他以为被顶起来的 那一刻对面会选择打 但是对面直接走了 感觉过于兴奋了 紧张倒不止于 应该太兴奋了 我觉得 SPRIT 刚回来SK嘛 嗯 第一场 必须要打得霸气一些 对 这边的话 SPRIT一直帮中上 就是巩固自己 线上的优势 目前来说的话 还没有出现 一个人头 兵不血刃的 直接是领先了 三星 整整一千竞技 关键是两边没人头 还打得这么火热 对啊 全是一些线上的 小戏剧和对拼 但就是不出人头 对 这上路的补刀 没什么打 越拉又大了 大叔这边又是被迫回家 没想到 加布局啊 但是这部的话 没有TP支援 那这样的话 线上越浪费一波兵的经验 感觉有点被压崩了 而且这边BUFF的话 还是要被奥拉夫抢 这个奥拉夫真的是 得理不饶人 没办法 中上野 这每个线 都是得理不饶人 我能压你的时候 我绝对不让你喘息一次机会 而且我也不怕你打野来干口 因为我的打野也在压制你的打野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下路组合 虽然说就是刚刚讲有站出来 但其实并没有压制到对面的补刀 而且也没有拿到人头 所以说下路这边也其实 其实这盘游戏和下路 前期和下路没关系了 对 你下路即使有一方压制了对方 什么一二十刀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想一想的话 想要凭借着艾希的一发大招 去射到对面中单的一个带进化的蛇女 或者是上单的凯南 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 随便到这边没有蓝了 但是马润这边开启大招留人 国内这边没有显现 必死了 看一下这个一鞋给谁吧 给了凯南 又是线上的人 给了线上的人 这随便的主动让人头 这边的话 留人过来 为什么马润之前在 其实这个马润他的个人实力很强 为什么之前在老干爹发挥不出来 我听说的 金伟神说的 我们的组长 他说就是马润和 硬朴两个都是抢 资源 然后需要打野帮助的两个C 所以说如果打野去下 那马润他也是不管不过 我就压 如果遭到对方的打野干坑 那他就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马润这个人 其实很像我们之前战队一个 就我们的老勾引 他也是一个正中选手 如果打野不帮他 他就 他会生气 他就会生气 他就可能心态不好 但如果帮他 他就是能弹起来 对 但是也没什么办法 毕竟之前的话 版本AD还是比较重要一些 可能如果换到现在来讲的话 那打野就会更多的帮他 是的 这个版本的话 毋庸置疑 能帮上绝对不帮下 就这个简单 所以说Africa 现在的话应该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因为他们这个上单 现在已经是领先了 一个一写的人头 我感觉 怎么说呢 这个点有点动不了 我倒觉得 就是如果辅助找机会回家 再出来 去线中上 莫名其妙抬一手的话 有可能抬得了 三星现在这个下路 没什么压力 如果辅助找机会游走 帮助I&B省 一起去干客 对面的线上的人 真的有可能 就是搬回到局势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I&B省自己是完全没有找到机会的 但是两边的辅助 好像都不是那种特别喜欢游的 宝石的话 倒可以和8GG配合一手 这边耶斧开始联动一波 再下路 想逼一下线 直线做一下视野 感觉Africa下路 这状态太好了 真的没什么机会 而且凯南和大树 现在都有TP 如果下路一旦打起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个 4V4 5V5的样子了 是的 看这边被逼了 走位很难受 在塔下的几波 并没不到 艾希和维鲁斯的话 这两边都是直接先出了大剑 维鲁斯没有选择是出水滴的 现在的维鲁斯基本上都不会选择触摸切了 就包括杰斯也是这样 他这样的话成型速度会很快 这塔要单吃了 来11分钟 这个太过分了 而且还直接把兵线 这波兵线赶紧吃掉吧 11分钟马瑞拿下 他这个赛季的第一次防御 直接是闪身过来 一发大招控住 看看高尔杰杰这边 能不能落下来 哦没有落下来 直接死了 艾希这边的话 有一个保护罩 但还是要往后撤 差半秒钟啊 太可惜了 这就是艾菲卡下路6级之后的 找机会能力 特别的恐怖 哎呀 酷说这边被盯住了 反手一个大招没有大盗 但是流浪刚刚的那个小细节 非常的好 对 他刚才如果大到流浪的话 就不用交其他技能 对 回头躲了一下 然后直接躲到生理大招 是的 现在艾菲卡这边 形势一片大好啊 现在每一个点 都被压制了一点死 嗯 下路本来还能稳当当的 现在也有点劣势了 哎 这边的话 抓住了对方回家的一个时间点 想直接放木土龙 哎 保时这边 看样子是可以的 刚刚趋弱是没有吗 应该是 应该是差一点吧 刚才是有 他没有用 就是他可能 快死的时候 就是他被压制的时候 他不能用召唤式技能吗 而且他给压制的 压制完了之后 他就没用 他就死血了 可能觉得省一个是一个吧 可以这样理解 不过这边的话 安占门还是 把第一条土龙给拿掉了 现在这个版本 土龙作战的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是的 这个版本 每条龙都很重要 风龙 我倒挺喜欢风龙的 我也是比较喜欢风龙 是的 火龙就不用说了嘛 是的 马云这盘的话 是打算出一个 半肉AD型的坎南 他不出AP 这样的话 坎南有个 如果他坎南出AP的话 纯AP的那种中亚坎南 他到了后期 打大树是一点半发没有 因为这种AP坎南 他只能打一套爆发 大树到了后期 你打他一套爆发 你人家不痛不痒的 但是你这种 AD型坎南 持续输出非常的高 就像 就像地址 当时 那个 Reckless和黄星 打下路的时候 就是用AD坎南 加上一个肾下路组合 打的效果非常之好 是 凯南 马云这边的话 出了这个门人之后 应该后面再出一个冰锤了 奥拉夫这边的话 也是做出了一个比较核心的装备吧 正义荣耀 正义荣耀 出了正义荣耀 掌机会能力更强了 我昨天看比赛的时候特别搞笑 就是上单目的需要选的 回选了 那这边的话是 没扣成 这里还是要上吗 没有闪现应该够不到了 昨天比赛 炼金 炼金也是出了个正义荣 但是每一次TP到后面都是 用正义荣耀跑路 那可能TP的位置不好 对 因为每一次都是梦名学校 TP过去 发现自己队友都走了 Spyta越来下路 想和双人路配合一手 Africa这个双人路 每个人都可以闪现大招 找机会 对 闪现大招的距离非常长 贼声 所以很容易找到机会 而且就反应来看的话 基本上宝石也很难够 很难能够在对面闪现的时候 直接把大招落下来 我觉得宝石不能被找到机会 如果宝石被骂扎闪现大招的话 在街上 维鲁斯的大招 他有可能后面再放大招的时候就晚了 对 那个间隔的就是毒的时间 基本上就够杀他了 对 如果ATC被开的话 他ATC被开的同时 他瞬间放大招 ATC应该死不了 这边开始逼视野 不让三星的下路视野做出去 现在的话 一塔在上路已经没了 所以说Africa能够更多的找机会 而且他马仑压的很凶 马仑现在已经压了 库威50个刀了 对 而且凭借着凯南的一个高机动性 所以说这边 按照王也没有什么办法去制裁他吧 是的 看了库威 一年多的比赛 第一次见库威被压得这么长 他现场能力其实是算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手 不过 个人实力先不谈啊 但是这边的话 英雄选择上就已经是有克制了 对 被天克 这边也打起来了 大刀骂扎还必须往后撤 看到了Spirit 这边的话马仑 然后GP 大刀I Ambition 宝石大刀开起来了 还能继续给打 但是马仑这时候进场了 马仑这时候进场定够了两个 直接是先杀了一个赛 但后续的话 这边宝石还是被杀掉了 继续一个追击吧 靠这边要死 还剩下一个大树 这个大树应该是没办法的 但是后续赶来的流浪 不能够加入战斗啊 这一波的话 宝石凭借的就是 即时的开大招 这一波下来的话 大招直接是 做了一个后场的保障 其实宝石一开始 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宝石已经打得很好了 而且I Ambition刚才的话 硬把对方N的辅助给换死 也没办法 当时已经走不了了 这边塔下W 一个闪现拉开距离 顾飞这边很危险 他还是一个小树 他没有手撞成章起来 而且太脆了 而且他现在 就是护甲和魔抗 其实都很低 对 看一下这边只有 只有一个不甲鞋 加上一个锁子 一件大剑都没有 对 刚才那一波的话 马云主要手捏红buff 再说蛇女的话 应该也算是 打的阿树最快的法师之一 是的 法术机关枪 我流浪这个时候 因为装备确实没成型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作战能力 是的 刚才那一波的话 塔下Kurang 定住了马云之后 其实Kurang如果果断 闪现接W的话 马云交不出闪现了 可能在塔下直接被控死 但刚才的话Kurang有点犹豫了 感觉被压了很多刀 可能压力太大了 其实他们两个当时如果说好一起上去控的话 应该就被控在原地了 但是在大树放技能的时候有一个读取时间吗 所以说他直接闪走了 下条龙是火龙 那这样的话 艾菲卡肯定不能让给向心了 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报 虽然先打骂扎哈 但是看到了对面Svide先往后撤退 宝石开启大招往前顶 晕住了骂扎哈 直接表掉骂扎哈 Svide开始贴Rula Rula这边 直接被差点怼死吗 哇 AD这个版本真的难受 直接近身身的被对面打也换死了 什么用没有 而且当时的话宝石的大招是真的是扛了很长的时间了 马尔人这边下来的话 也是打了个爆炸果实下来 他闪现都没有用 然后直接就过来轻松的收掉人头了 而且在这个时间段 就是凯南和大树同时TV下来作战的能力真的相距甚远 对 他毕竟只是一个还没有成型的肉 对 但是凯南这边的话能够提供足够的控制 而且在一开始 就是马尔扎哈所体现出来的作用也非常的明显 直接定住了之后一套打上去就快死了 没有办法继续打了 是的 感觉打完这盘18分钟 已经落后了5000多块的经济 4500的经济 还不到5000 这已经非常的大了 可以无限的滚雪球了 这个经济 而且四个人头的马尔 你看一下这边直接绑上来 好像没什么作用 没有队友 没有队友的话 只是轻一波兵加消耗一下 好想知道现在上路的经济差多少 我估计差个3000块左右 差不多 只都不少 四十个人头加四个人头 我四十个 四十个兵 四十个兵 这边阿道宝石晕 啊 没有看到 伺候 先大安毕神 宝石开启大招 威禄斯这边大招留人 但是无敌了 目前开始无敌 库尔这边赶过来 安毕神往哪走 直接被大倒 大倒是时间秒掉 伺候又是直取 如老 如果这边叫出闪现 哇 如果这边没闪现的话 又要被对面打给锤死了 按照文刚刚已经是做出了 卖自己的一个觉悟 但是还是没办法 对对面这个奥拉夫逼出了 Rula的一个闪现 奥拉夫这个英雄选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对方的双C位 有点吃不消 这个英雄 对方双C位都有没有位移 奥拉夫这边开始急跑 贴到你脸上的话 你不打他打打死你 流浪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几步嘛 但是寒冰真的是 任人宰割 真的没有办法 保湿也不能保他 这边包大果是干净撤 这个野区现在已经不是当年单纯的野区了 这个野区已经是 阿菲卡的后花园了 对 三星根本就不敢去 马润如入无人之境 对面的野区里面作威作福 有点心疼 阿掌文 第一天的时候也是阿掌文 第一场打得特别的被动 没有找到机会 没有不能表现自己 其实这盘他已经尽力的在挽回局势 但是确实过于被动 根本找不到机会 而且他一开始被奥拉夫一级的时候 那一波压制也是打得有点难受 更何况自己的线上没发帮 就自己的线上本来也是天然烈士 然后他自己一级的时候也出大事了 就根本帮不了线上 有点动不了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在烈士的情况下真的要拼一下 他 就是第一个比赛这的时候 安别是打完第一盘 第二盘 哈罗就上了 哈罗上了之后 他也是打的雷克赛 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被对方的打野打残了 他被打野打残的时候吃了两个药 没去打自己的野 没继续刷 反而就立马去抓对面的中单 就要有这种拼搏的精神 我觉得打野前面真的要找到那种反向思维 就对方觉得 你可能在刷野 你血量很残 不在 我反而就在那里 这样的话才能干得可怕 而且现在为什么就是石板里面 至少要有三四个位置留给打野 因为打野现在确实是一个比较 前进非常非常重要 前进的发动机嘛 这盘 又在这里做坏事 统治了对方的红buff失业 最后开始埋伏对方的辅助 COOCG这边看到了 看到一个睁眼 但是他反而在这盘付 有点 要被压住了 没了 这边被压制直接表掉 这边虽然犹豫了两秒钟 但还是过来了 他可能在想 辅助既然来了 后面后面还有大鱼 但是想 等了两秒钟 法师也没有 还是只看到了一个小时 这个凯南又带一个他 凯南现在自己已经大多两个好 什么鬼 口上这边 被控住了 他想流浪大招消失了 他刚才是觉得对方在打男爵 想赶紧过去做一下视野 但是 埃菲卡这边就是在埋伏你 对 很难受三星这边 现在基本上 在21分钟的时候 经济就已经差到了一个7000块 很恐怖 埃菲卡这现在 如果安B剩抢不了这条大龙的话 这盘就直接 哇 直接TP了 凯南 一个TP凯南 但这边的话能不能先把辅助怼死 ADC是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的呀 宝石开起大招 能不能保一手 被冤住了 感觉这边马上有一点小危险 抬起来 马上这边很危险 没闪现的 小话换不了死了 但这边的话 是把大龙给打掉了 是的 一个人头换一个大龙 而且要不是宝石火过来及时赶到的话 马上还能把AD杀掉的 是 Ruler这边就必死了 这个版本 如果没有辅助的保护 你ADC稍有点差池 或者没有差池 ADC会被各种各样奇怪的AOE抡死 是的 就现在他都突进了 对 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马上下来了之后 没有去打了一个赛 是过来杀寒冰 但是 但是这边宝石过来之后 给了个虚弱 然后给了个大招 没想到宝石就在ADC后面 对 然后终结掉了一个4-0的大人头 不过这个终结 终结了一点晚了 现在经济已经领先了7000多块钱 而且最主要 现在这个时间段 还给了他们大龙buff 本来有维鲁斯这种 破口能力非常强的 让他们拿到大龙buff的话 想要退一路非常简单 对面守线能力其实很一般 只能靠寒冰这边W谈一谈 然后流浪放个技能 流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手短的AP 流浪这个英雄的话 感觉他这个局势 他自己是站不起来的 我感觉要 每个点都要发挥的很好 才有可能反打成功 尤其是对方在塔 在推你塔的时候 就不要在野区发生战斗 在野区发生战斗的话 奥拉夫再加上蛇女 还有凯南 都是野区那种霸主 单挑王 如果是正面 每个技能都是封路的那种 对 正面等对面推塔的时候 在塔下找机会 塔下寒冰找个机会 开一个大招 开到人的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尝试反打 而且还要抓单才行 是的 中路这个二塔 没人去守啊 没有办法守 不然这边在推上路的线 这边是直接是放掉了中二塔 这个是开始转下路 下路这边的凯南 马润也开始带到了塔下 他这种时候依次分推的话 想要依靠一个流浪去单带上路 可能会丧失更多的东西 现在节奏太快了 三星根本喘息不过来 就可能跟不上对方的 艾菲卡的一个脚步 感觉在这样半小时就要结束了 不出野了的话 我目前看来 没有看到三星翻盘的希望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本来打军事还可以 如果打这种大劣势的话 真的是很难 压住大树 这里塔下想找机会 是给对面机会啊 这波打残了大树 往后撤很明智 这波如果真冲的话 三星这盘就翻了 对 毕竟上的是一个大树嘛 这里还是有点着急了 是的 他其实定其他随便一个 都应该能够杀掉 他可能就是想试一下 自己C位的伤害 毕竟现在优势非常的大 想想大树毕竟是大树 其实刚刚在蹭两波兵的话 那个塔就没了 有点心急了 刚才那波伤害的话 看到苦让他打了一个 被动的一技能 弹了一圈 把对方艾菲卡的血线 都弹到一半了 流浪刚才的话 那个伤害还是能看到的 直接逼退了对面 是的 现在三星精力的手 每一座塔 你不能一直放 这位不对 下条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三星只能让 只能让 是条水龙 还不错 不是第二条火龙就好 嗯 现在这条水龙刷的三星 也是缓了 缓了一口气 直接过来当一下 已经出了复活甲了 出了复活甲 可以肆无忌惮地往前冲了 当一个人体炸弹 一个有正义荣耀 有春哥的蛮偶 有春哥的这个奥拉夫 是的 很恐怖 阿拉夫也是比较典型的 这种LCK赛区用的 比较厉害的英雄吧 对 就可能在LPL的话 大家会不太喜欢用这个 他这盘玩阿拉夫 也是因为对方的控制太多了 嗯 对方大树 瑞兹 寒冰 好多点控 就你玩其他打野的话 很容易就被控死 根本不敢上 现在仅是那一桌上路二塔 应该会找一下机会了 而且这一场其实因为上路和中单发挥的都有点太耀眼了 所以说没有显出来下路 但其实他们下路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其实这盘和下路没什么关系 一个躺赢一个躺输 就是没什么 是啊 就是两边下路 我觉得都打得挺好的 不能说躺赢和躺输吧 就是两边下路都打得挺好 不过结果确实是这样 现在视野全变压制 而且经济的话逐渐越拉越开了 已经一万了 人头倒不是很多 但野区经济压榨的 基本上让对面吃不消了 对 全是推塔的一些钱 现在领先了三星四座防御塔的钱 马上第五座了 是的 这个外塔的话 基本上被马刃拖一拖就过去了 这波塔下三星是有机会的呀 对方在四一分代 坎南不在 但是野区 野区里面有很多的眼 瞄准苦肉 但是没有搭到 尝试也是好的 没有搭到就没有搭到 这里顶着大树 直接把塔拆掉了 什么鬼 流浪过来了 坎南直接走 又绑了 马上这边有闪的 他魔靠好高啊 他这边有一个 水银鞋加智慧默认 对方两个AP技能根本打不动他 而且流浪一过来的话 上塔又要没了 对 这波的话 这个四一牵扯 马人做得非常漂亮 他们来的有点晚 如果在大树 就是在马人推下塔的时候 就大招过去的话 其实还有一点机会 把马人留在那里 对 本来想拆东强补西强 这东西强全没了 索了夫人又折兵 这上塔也没了 下塔也没了 现在基本上 基本上宣告着 他们没有什么翻盘的点位了 对 不过现在来看的话 寒冰这个装备还能再打打 寒冰这个装备还能再打打 寒冰的话 三加塔也出了 其实就等一个机会 打起来的话 如果打不过就算了 就怕那种打不起来 就马人这边一直在牵扯你 牵扯你四一分带 我根本打不了团 我打不了团就没有任何胜算 阿菲卡这边可能真的不给这样 就是三星的一个机会 如果真的5-5打团的话 三星还真的有一点机会打回来 而且马人现在是没有闪现的 所以说抓住这个时间点的话 打一波可能还能叙叙命什么的 马人这边已经四件套了 感觉枯萎这边根本吃不掉 马人的一套技能 就马人这边只要粘到大树 大树就基本上就焦了 要不就被打回家 被打回家也非常的伤 大树现在这个严重不够肉 只有两件装备 对 我觉得他即使三四件肉 也打不过马人了 马人这个也是一个单挑王 对 一般出破败的那种上单 都是单挑王 就像武器 然后凯南 而且之前那个全民星Solo賽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人都选到了 EV1的时候用到凯南 对 就EV1凯南这个英雄 确实持续输出能力特别高 非常厉害 尤其不是AP的时候 但是AP就另当别论了 AP就要去打团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凯南 就算他打AP的话 第一件装备 还是会选择做一个多蓝 多蓝剑而不是多蓝剑 对 就因为线上能力比较强 这个时候大龙应该是逼对面来打团 那这个水晶的话只能让了 库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想破头都没有任何办法 他去死都没有办法 这是最伤的 真的 而且现在两个上路都不踢过来的话 哎 流浪又过去了 这个时候 奥拉夫拿掉大龙 哎 感觉马尔这边 还有可能把这个 crown给杀掉 看有没有机会换掉 有机会 晕到了crown 直接平均带走 EV1 大树这边有闪的 直接拿掉两个人头 躲掉寒冰大招 直接 马尔在LCK的首秀 就已经一天超神了 瞬间爆炸 这个太过分了 确实恐怖 他以一己之力 带掉了四个塔 五个塔 上路的 上路的一座 然后下路的三个 化身为加强版 远程 远程剑机 真的是 他这个比剑机更恐怖 是 剑机想要追塔 不能这么肆无忌惮 现在的话 两路告破 三星的话 已经陷入绝望了 刚才那一波EV2 被反杀两个人 基本上就动不了了 哇 奥拉夫街 冲进去 对着AD 怎么又是对着AD啊 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我看着RU了真的心疼 没办法 现在AD就是这种 没有什么地位 哎 这样的话是强入二世基地 好 那也是恭喜一下 这边Africa首秀成功 第一场比赛 是拿掉了这边的 一分 是的 非常的强势地拿下一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